我们上传多个文件,上传单个文件都说完了,那下边我们还要说点啥呢?圆满,Dispatch Soviet,记不记得我们说这个东西了? Dispatch,这里边我们说看着这个图,看着这个图,流程,记不记得我说了,当请求到达中央调读器以后,中央调读器是不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判断呢? 这个简单判断的问题,我们在这儿要说一下,你看,这是我们的请求,是吧?请求,这是原始的请求,这个其实现在也是原始的请求,只不给它起来,没有点percept的,有点快速,是吧? 然后呢,往下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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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这儿了,这儿是不是判断,Check,Multifed,我要判断一下这个是不是Multifed的请求,对吧? 这儿我设置有个值,叫Multifed Request,就是我Multifed的请求解析,是false,是吧? 现在给它设置是false,默认是false啊, 然后我这儿做了一个chap,做了一个chap,我跟进去,跟进去看这儿,If,Multifed Resolver,不得了,No,这Multifed Resolver是谁? 诶,忘了吗?我们刚刚写的这个里边是不是注册啊? 注册的就是他呀,就这个东西啊,我们不是说这个名字是不是必须得 叫这个名字啊,对吧?我们当时,看这儿 是不是就这个,是不是就他,我Ctrl,K,跟,跟到这儿 这是不获取的病,在这儿是不是创建这个对象? 我在这儿创建这个对象,你如果这里边设定这个东西了,我的这个对象是不是就不空啊? 我的这个对象不空就说明了什么?说明你这是不要准备让我跟你处理毛叉的请求呢呀? 你看这边,你看这边,Multifed解析器啊?你准备让我跟你处理的 好,都Dispatch,继续看,还看看 诶,如果你不空,并且Multifed Resolver,我拿到这个Multifed Resolver,我解析,我看看,意思Multifed 我看看你这个request是不是真正的Multifed的请求?你这个东西还不能是空,然后呢,光它不空就行了吗? 我得看看你这个请求request到底是不是Multifed的请求?那它怎么,根据什么?我这里边这个圆码就不跟了啊 那它是怎么判断的?就是通过这个东西判断的,我们表单,表单这儿,我们是不是写的这个? 这就是判断你的请求是不是Multifed的请求呢?为什么这儿必须要设它?原因就在这儿呢?这里边就根据它来判断你的这个请求是不是Multifed的请求?这两个我都符合了,它也不空了,它也是Multifed的请求了,这俩是不是都为真了?都为真我是不是往下走了?看看,reton,在这儿是不是reton这样一个东西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Multifed Resolve 我们看看,看它的返回值 这个方法的返回值是不是就作为它的返回值出现的?是不是这个方法的返回值啊?我看看这是什么? 谁?哪一个?这个吧?我们用的不就是它吗? 这个方法的返回值是什么? 那它要是空的 如果它是空,说明你不是Multifed的请求 是普通请求吧? 我,是不是这个就是fault 这个fault我是不是直接就执行它了? 那它是谁? 它传过来,是不是RTTP 是谁啊? 是不是你最原始的请求啊? 明白了吧? 如果是Multifed的请求 它给你传过来这个对象,是不是就是Multifed的请求对象了? 不是的话,就是普通的请求对象 好,那我们回去 回到这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可能就改了呀? 如果它是Multifed的请求 这个东西是不是变成Multifed的请求对象了? 如果是普通请求 这个是不是还是原来的普通请求啊? 然后再做了一个判断 什么判断? 这个东西不等于requested 你注意啊 这是拐个弯 它拐了个弯 它不等于啊 不等于 假设说 我们把你带直就行了 假设说 我是最普通的 LTTP请求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requested? 那它就是requested requested不等于requested 是真是假的 假了 所以 我这个东西解析 是不是就是假? 那是不是说 我后面是不是就不用解析了呀? Multifed的请求 是不是解析呀? 我后面是不是就不用解析了? 对吧 那如果我返回的是Multifed的请求呢? Multifed的请求 这个是不是Multifed的请求 Multifed的请求和原来的请求一样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呀 那不一样了 它不等于它是处吧 是不是真的? 所以你这 就变成了处了 就意味着你后边 是把对它已经解析了 你后边 你看看Clean up 在 它是处了 下边我就要 做这个Multifed的请求 我要对它进行清理 我要对它进行处理了 我要对它进行处理了 所以在这儿 主要就是我们能明白 这儿 我在这儿给大家说了这么一句 做了一个是个简单的判断的 什么意思 就判断它是不是Multifed的请求 明白 就了解到这儿就可以了 至于它具体怎么样 对Multifed的请求进行处理 我们不用管 我们不用管它 OK了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